我俩在一起快一年了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接受她 但我现在还是觉得我们不太适合 我真心想跟她好好过日子 为了她我付出了很多 可她一点都不领我的情 还总说我幼稚 她就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就是一个小孩 我感觉跟她在一起很累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可她的未来里从来都没有我 还要跟我说分手 我感觉我很欣赏 我爱着你 为何你的世界里没有我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贾先生27岁来自唐山服务员 王女士42岁来自唐山酒店前台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我到时候 好好好 你怎么木气沉沉的 27岁的小伙子 我心里有一些压力 因为她要和我替分手 有压力 您这保养的可以 看着好年轻 咋认识的呀 两位 就是有一次我开车 把她车给碰了 因为当时我着急走去上班 就留个纸条 就留了个电话号 她就过后联系我 把你车碰了 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吧 刮蹭事故是吧 完了后来她都跟我联系了 联系了把这车的事都弄好了 就感觉挺对不住她的 她修车干嘛的 我得踏班嘛 我就请她吃顿饭 就认识了 当时我下班 饭店上班嘛 下班就说比较匆忙 你在饭店做什么工作 后厨 饭店厨师 厨师挺好啊 然后呢 事后我感觉她的为人厨师 特别好 特别细心 我想追求她 当时我也没有那个心 我都特别放松跟她聊天 后来她跟我说 她感觉跟你聊得特别疏忽啊 然后就开始了 就 我俩就是一年了吧 快一年了在一起 我就发现她好多事儿 就特别幼稚 原来不是饭店厨师嘛 你月开的这个工资 也挺可观的 然后为了我呢 她就不计任何后果的 就把那份工作给辞了 辞了 辞了干嘛呢 辞了她来我也是一个 酒店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是星际酒店嘛 是吧 您是做什么呢 前台 她吧都是想过来 离我近一点 追求我嘛 她来我这边应聘厨师 她没应聘得上 她就应聘了一个小服务员 服务员的公司 你想着 就从厨师到了服务员 是吧 这种事情就 一个成熟男人 她是不会做出来的 就特别不靠谱 怎么想的 当时倒是因为我们俩 这个她的酒店 跟我那小仓馆距离不有点远吗 我不在追求她吗 我那样是 哎呀 我辞我这份工作上她那边 缺厨师我都当厨师 缺别的岗位 我都是在一额级 你先应聘上之后 你再把你的工作辞了啊 那你知道我当时 我不都想追求你吗 我想今天我就想她了 我想马上就见到她 我都得立刻马上 我都把工作辞了 去了她那都缺服务员 我那本身我跟着干残 不是你来了之后 你跟主持人说说 你说给我造成多大的 这个不良影响 那到我工作单位了 对吧 那怎么有影响呢 我那前庭那块 就跟我斗两句 你说把我当成什么人 你看这肯定是不稳重 对吧 我怎么不稳重呢 我是追求 不是说你不稳重 就是这种 给的这种感受 就给的影响不好 但是我公布期间是在 帮忙正式营业 她说不忙的时间 我去到你那儿 给你说会话 说得漂亮了 给你送点水 你表示我对她的那个乱心 她有事没事 她就给我送吃的呀 给我送喝的呀 而且更过分的就是 还有过分的呢 她买衣服给我 买衣服买包给我送 我不需要你给我买那些东西 知道吧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 我作为追求的 给我喜欢的人买东西 哪个女人不喜欢 说自己喜欢的 给他买这买那个 那我喜欢吗 我需要吗 你怎么不需要 我衣服我够穿 你够在那上 我不需要你给我买那么多 我要我的一份行 那是你对我行 你不理解对不对 这是这是 不是 就让别人感觉 我好像虚荣心特别强了 明白明白 我跟他要的这些东西 对吧 你别人咋看我呀 是是是 还有他比我小这么多 他别人说 你说他 他怎么找的 这么一个小男生啊 自己的想法不对 对吧 他肯定得跟人家要啊 没有年龄的界限 不是这个牛对吗 是是是是 我问问 刚才都忘了问了 您的情感经历 能不能简单的说说 我是离婚的 离异的 带一个女儿 多大孩子 今年十五 哦 闺女都十五岁了 那是 你说这么一个妈 这么多年来 带孩子也不容易是吧 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 那我现在理解了 您闺女知道 你们俩谈恋爱的事吗 知道 啥态度啊 我闺女挺喜欢她的 就是跟她那种 中间那种感觉 就像哥们那样 哦 但是就是 问题也出现了 刚开始吧 就是他们这关系 还挺融洽 我感觉也挺好 挺难得的这种关系 是吧 但是时间长了 也出现问题了 孩子有一次啊 考试没考好 老师说 把状态拿 我让你妈把字签了 回来 让你妈来学校一趟 结果 这个卷子我没看见 字也不是我签的 谁签的 她签的 回来 上学去 谁去的 她去的 我没去 不是 你以什么身份 去的呢 说是孩子的 就是跟她妈 搞这样关系不合适 我得以她哥的名义 去代替她去的 哥的名义 谁知道你当时 怎么说的 就是这件事 我就觉得太荒唐了 太可笑了 但弄得我闺女 现在已经都是 傻话都不跟我说了 你知道吗 对 你闺女跟她特好 对 跟她好了 有啥事 她俩在一起商量 而且这孩子成绩 已经下降了 谁造成的 原来就是我闺女 成绩一直都挺好 她的意思是我造成的 我跟她闺女 走得特别好 他们俩 他们俩 没事就礼拜六日 出去玩 再喝下 我闺女在那里 喝酒啊 喝饮料 吓死我的 就是孩子 现在有什么事啊 我想上哪儿玩去了 就找她 我想吃什么了 找她 她现在都处于关键期 学习的关键期 她今天带她玩去了 明天带她玩去了 她就学习 那我不能一直 带着孩子出去玩吗 毕竟说孩子走着走天 都有补课 那我只不说 带着孩子放松一点 或是班 那她学习成绩 是不是下降了 是下降了 对啊 她还冲动 就是她还跟我前夫 有一次动手打架 为什么 因为孩子那两天生病了 她那个前夫 在那儿看孩子了 不是她孩子 就是那次啊 我闺女她爸 送我闺女回家 那两天孩子身体不好 壳子呢 然后送回来了 送回来吧 还没走呢 她就是正好 就找我来 碰上来 在她碰上之前 我跟太太爸 是就躺上外 隔几两军 是吧 隔两军 她说啥 孩子这儿壳子了 你招我招我 你别忘了 就是警告对象 我就因为这 我也不爱听 对吧 因为孩子 就是您跟您的前夫 有一些争执 是吧 但是我也能理解 孩子有病了 她爸肯定也着急 他正好过来 请点个银 不问情况 到白上来都 质问人家 那我为什么 不质问她呀 那孩子有病 那也不能怪你 当妈也没有 照顾好啊 那你可以作为 一个男人 一个成熟男人 你可以好好说 对吧 我跟她好好说了 你和她也挺辛苦了 本来 你没跟她好好说 有口头上的整治 我都心里都 我想 这不是起步我女朋友 我心里 我这有情绪 我都说的 我你咋还不走啊 你来这干啥呢 对吧 你知道她的有病 也不能传过一方吗 对吧 她的有病 咱们可以 没有她说的 这么温柔 她动手了 你动手了 是我动手了 我生气 因为我前面没理她 就觉得 然后呢 都是没控制她的情绪 她欺负我心爱的女人 我生气 我都上街头 说两句 她不听 还不走 给我个眼神 我这傻意思 你哪门口站着 人家咋走啊 那门口这么宽 她不可以走 非得说 从我去住间过去 你这什么较劲呢 臭小子 就是让我当时 就让我特别难堪 主任你知道吗 我特别难堪 你 她就特别不成熟 就长不大了 一个大男孩 你要是一个成熟男人 你可以说 哎 怎么了 对吧 你不会了 我不想保护你吗 你说她妈妈也挺辛苦的 她闺女 她妈妈也心疼 对吧 你就不要埋怨了 是吧 你该干嘛干嘛 但是她当时没动手之前 你心里是不是还挺暖的 觉得你看 对我还不错 是还是不是吗 有一点 就还是 还是享受这个过程吧 就因为这个事 要分手吗 不是 还有 还有 太多事情了 最主要分手的是啥事 她搬着大行李 小行李来我这儿住 这个事就之前是怎么回事 她跟我商量 那个主持 打断了这事 我说 我不让她说 这事是怎么回事 就因为 她那孩子这两天生病了 我现在我绑过去 她在家 想是怎么回做点 就是为了说 照顾他们娘俩 但是我出于好心 我这么做 哪有错 主持 我问你 要是你这么做 你愿意做 你就做吧 你拿个保温筒 你跟我们家俩待来 不也一样 不也能体现出 你对我们的爱吗 那保温筒 那你都非得绑过来住 那我绑过来住 我没说 非得跟你咋一个儿不住 你可以跟这孩子一起住 你不继续挽的吗 你这种做法就不对 没样子住 把我拒之门外了 这不是挺好吗 我不好呗 咋不好啊 我是来照顾他俩的 人家不需要 不需要 咱俩时间太短了 我已经发现很多问题存在了 还没等这些问题消化的 你都搬这儿出来你 我接受不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太累了 一件事结这件事 一件事结这件事 孩子的事也是 你说已经出现 我闺女现在都已经 不跟我好了 你知道吗 我我就跟他好 我觉得我闺女就特别 妈妈你真的就特别苛刻对我 本来我学习那么累 完了我想方舵方舵 你也不让 现在你就能让我闺女 我们家俩都不好 你要再来 我们得躲乱呢 主持人家俩这么说都不对了 孩子和我走得近 说关心好 那这也是我的错 我也不容易啊 所以就是因为 他要强行搬到您家去住 您才提出的分手 是吧 后来他还要喝酒 喝酒 喝酒给我打电话 好 好 donc 这不是契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他纠缠你 是那意思吗 你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分析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 你认为你成熟吗 我家 我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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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处处都在跟他说这一些 显然他的那些所谓的青春冲动 没有把你带上青春洋溢的步伐 是你自己接受不了自己 你接受不了在这个时候 有一段感情 所以如果你觉得 他不能足以成为你将来生活的承担 你跟着他觉得特别累 他的那些青春 我也感受不到美好 我只是觉得幼稚 我只是觉得幼稚 那你就今天干脆就别出来了 等你什么时候你能接受自己 还能够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时候 你再去谈恋爱 好吧 就这样 还是有喜欢的 要同意陆琪老师的观点 就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超过了他对这段情感可以承受的能力了 他无法面对了 这个我特别同意陆琪老师那个分析 别在那个酒店里了 天天看着他也会烦你 自己去创业 做好你的厨师 你真对人家好 就人家说的 时不常你让伙计送个便当上去 对吧 这不就行了吗 你要真的爱他 就让他轻松一些 好吧 好吧 所以你跟他的这个 是分手还是继续交往 还是有尺度的交往 你给他画清楚 界限就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自从我遇见了你 我感觉你这人特别好 而且咱俩聊得也特别荷兰 真情难遇 真爱难寻 我会努力用我最好的给你 我会赶 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赶 我希望呢 在以后呢 你能接受我 刚才我也听了 老师们说的 有可能是我真的 现在还接受不了我自己 你不要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 把你的这份真诚 把你这份爱去 给适合你的人 谢谢 请你尊重我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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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来 好好工作 我相信最早的那种追求 就是没有想到得到 我只是给你一些付出 对吧 对 所以你能从中误出一点什么吗 不 不 好好做菜啊 好 谢谢你到来 谢谢你的分享 请回 谢谢